在阳光森林里住着幸福的奥利一家 有活泼的奥利,爱发明的爸爸 温柔的妈妈,可爱的妹妹凯蒂 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牛奥利一家人 星球历险记 奥利正在看一本书 哇,原来是星球历险,真酷呀 爸爸快看,奥利也想去星球历险 有了 瞧,爸爸发明了一艘太空飞船 让我们坐上飞船,出发吧 美丽的星球,我们来咯 第一次遨游太空的奥利和凯蒂非常兴奋 这里真美呀 第一个星球到了,赶紧下来瞧瞧吧 咦,这个星球的太阳好大呀 三个人越走越热,汗流不止 太累了 哇,快坐下来歇歇吧 不好,石头温度太高了 把奥利的衣服都点着了 爸爸拿来了冰淇淋给大家降降温 可是,还没吃就融化了 爸爸又拿来了冰棒 冰棒也融化了 看来还是赶紧出发去下一个星球吧 第二个星球到了 哇,这里白茫茫一片还下着雪 奥利和凯蒂开心地堆起了雪人 瞧,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咦,这里有个水洞 我们来钓鱼吧 奥利和凯蒂都快冻僵了 可水洞依然没有动静 哇,有鱼儿上钩了 这一定是一条大鱼 不好,是一条水怪 快跑 还是赶紧回到飞船上 去下一个星球吧 再见了 再见了,水怪 瞧,还有很多的果树和果子 但是果子可不能随便吃 爸爸确认果子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吃了 其他小伙伴也加入了 大家吃得真开心 可恶,女巫又开始捣乱了 一群害虫赶走了奥利 占领了果园 果子都被咬坏了 奥利请爸爸想想办法 赶走害虫拯救果园 瞧,这是治愈药水 把它倒进喷洒飞机里 就可以消灭害虫了 哇,药水的威力真大呀 害虫一下子都被消灭了 果树也重新长出了果子 不好,女巫又发起了火球进攻 果树再一次陷入渤海 奥利请爸爸想想办法 浇灭大火,拯救果园 瞧,这是急救药水 把它倒进喷洒飞机 一起去浇灭大火吧 很快,大火就被撲灭了 但是果园成了一片灰烬 爸爸赶紧拿出生长药水 啊,瞧呀 果树长起来了 又长出了许多果实 可是坏女巫还没有罢休 这次发起了大风攻击 果树一下子都被刮倒了 糟了,飞机被女巫击乱了 这下可怎么办呀 找到了,是木墙投射仪 瞧,有了这个保护墙 女巫就进攻不了了 现在,让我们给果树浇上药水吧 哈哈,这下你不再也没有办法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好好享受阳光吧 谢谢大家